有些选手没有去约也不代表一定会去别的队伍 他们只是想出来等转会期开始的时候 就是合同到期自由人的时候 想跟别的队伍多聊一下 看看哪个队伍最好 外面说什么那些什么 刚他们进了呀 那两个选手什么要会回去啊 都是不是百分之一百的 而且那个要看 我跟你们说韩国队伍是确实有钱 LCK队伍 但是也不是那种给一个 那种什么奇怪的人给那么高的工资 他们的意思是就是说 每个位置就跟去年的监禁一样 LCK队伍是这样子 如果五个位置都能搞到S级的选手 他们愿意花钱 但是没办法搞 就是比如说你找了一两个S级的选手过来 但别的位置没办法搞 比如说随便举个例子 这是随便举例子的兄弟们 就想让你们随便举个例子 比如说中路是左一 A第二费六四 但是别的位置找不到 位置奇怪的人 那这样也不行 不是因为预传限制预传的问题 只是没人 所以他们也是到时候到 为什么今年我说很多队伍 到可能真的是最后几天才能决定 才能定是因为这个原因 选手抱团也有 然后他们要知道 哎呦我这个位置找了这个人 那个位置呢 另一个位置呢 都会了这些东西 今年很多选手跟俱乐部都会考虑这个 你如果没办法五个位置都搞那种能进西赛的阵容 还不如就不搞呢 还不如就跟培养选手怎么这样 对吧 他 我觉得他们两个 这是 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 这不是那个 我觉得如果他们两个真的还是在国内 找队伍 我觉得 原来的俱乐部肯定是对他们来说最好的 因为 第一他们老板好 他们老板对电竞这一块 你们也知道 支持 很支持这一块的 他 第二 是他们俱乐部在这里已经 在外面搞了那么多年了 一直都做得特别好的 而且队伍人气也很高 然后选手都是认识的 可以可以 狗哥来吧 他们这种级别的没必要换队伍啊 说实话 你不是换了队伍 条件可能更好 他们这种顶级选手 你在哪个队伍 他们的条件都是一样的 那我来个坎哥 这个俱乐部能给你开的 那个另一个俱乐部也能给你开 也可以给你开 不是条件的问题 真的到S级别的选手 不是条件的问题 是看阵容跟看自己的亲情 真的看清楚 对啊 左翼和飞龙是他们那个队 那个队已经是很厉害的 很优优的 他们老板也好 俱乐部也好 没必要换 这种本来就没必要换 成绩不是 不算 一直都很好 你们说发条吗 发条 他可能要先等一下其他的人 他可能等 其他人找到之后 网上说那个什么 你的队伍在追啊 什么那是假的 不是不是 假的 而且今年很多中单就是都在卖呢 有些队伍都在卖自己的中单 所以 而且都是年轻的那种中单 所以 今年成绩不是特别好的那种 其实 我说中路位置 可能还想等前面那些人 因为那些 030400后的那种中单 虽然转费贵 但他们年薪平 而且可以用好几年 发条可能要稍微等一下 银逼啥时候自己弄个 小战队啊 我弄不了了 太贵了 有人给我投资 帮我找一个队伍 我就把妈呀 这五个人搞过去 我们就拿一个冠军 可惜 没有老板愿意投资 你可以的 有个老板愿意投资 我直接买一个妈呀 外面是谁啊 电竞少年是谁啊 这个是D2吧 他是D2我想 他可能要6了 我好像已经死了 拜拜玩 没办法在那个六级 他拖了我大你知道吗 真的打不过道吧 这个人大招比我厉害说实话 哎他没闪现妈呀 连锁反应 我这不有蓝霸波子有闪现就杀了 我一打的话能杀吗这个 回来回来回来没兵了 还一个我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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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一个这可以干嘛 这兵这可以干嘛 我去拆塔了 我去拆塔了 哎 要不你再放 打这兵这兵 我有E 我很拉 这个 先打 我来了 我背后减算了 往前冲 往前抵 英雄登场 好喜好喜 怎么说怎么说 有说法吗 有说法吗 等我一下 那没先Q 我直接EQ 我直接EQ 算了算了算了 还玩点 你把我位置卡了 他这一辈子回不来 这么痛 一定没闪 看我吗 我拉到了 我水泡 OK 我打的怎么结束 他这个假的大招吗 一点都不通 啊 这不远吗 再救救救救救 拉拉拉 好了 哇nice 漂亮 然后咱们探发一下 附近